啊干我再说一遍 我哪里像黄龙一斗啊 除了图像之外 我还有哪里像 哎呦你 这一天 我本来想给胡刀刷点花蜜 鸭鸡啊 大师也来人了 不是粉丝 下来钓鱼的 那是门刀胡打肉 我继续刷嘛 哎呦这怎么这么肉啊 多人玩游戏 游户学粮方便是吧 不行我得想办法 或者 让他为我所有 虽然说我不是很缺余 他可以随便掉 但是游户学粮上来了 我不好刷 这 又了 他现在还不知道 他肯定会过来 找我喝饮 和我一起打原魔 哈哈哈哈 这他妈 打死我不就来了吗 哈哈哈哈 低调低调低调 视频下一秒 我打什么 他就跟着我抱 我打什么 什么人 刷到了还不关注 经常刷到也不关注 距离凯亚90米 我飞过去吧 哎 这什么东西 好了好了 不要再尝试 勾起我死去 啊 已经小时来了 可是玩百里手愿 来 我让你现在看着我现在不但能够打 打片片花 我还能够调打极老树 九世纪胡桃痛苦号的好帮手 就让我改变你对我的课吧 印象 BGM 起 啊 我承认啊 伤害还不是很高 但是 我曾经 算是老百里 哎呀 别看伤害啊 只要打出反应 他冰球就破了 他就趴下了 不要知名于伤害的高低嘛 所以 看我收回来 怎么说呢 虽然说不是很高 但是应该可能大概也许 或者啊 及格了吧 然后一会我会开大 讲究意思 他他站起来了 啊 那里 他们下去了是吧 还是好 我再去杀几个人的花 都得死 请忘记 我打不过这些花花草草的刻板印象 哎呦 你过来啊 你 请好好的看着我 哎 没事 下面还有冰冰花 我记得啊 这次一定看好了我的朋友 很好 他来了 急 世界孤立 我让他奚落 我只保持 来 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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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你随便说吧 嘿 但是这期视频啊 还是能跟斗子哥相关啊 胡桃的花蜜 怎么改天再刷 我现在一定要强行安利 你们七星召唤 新星上下的斗子哥 我历史上看了我本期视频的人 可能会忘掉我前面的下半搜索 但是一定能够记得斗子哥的记 等一下 这位朋友我还是得处理一下 行了 我把他请出去 进入正片 七星召唤斗子哥的强行安利视频 来 一斗 哎 那会儿他是在这边的吧 不在 那就是 这边对吧 也不在 三二楼 他是不是得重新邀请啊 还真是 等一下 我不服 再来一把 简单 不服 跟我的妞妞玩去吧 快跑快跑 打了就跑 真的好玩啊 不知道为什么 打一朵真的是有一三 超市唐 最后通牒 上瞧你的神之眼 黄龙一斗 好了 不开玩笑栏 进入最正经的教学 首先第一步 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可以说 无论是多么牛逼的大佬 哪怕你之前是什么黄金雷赛的第一名 只要是不懂这个技巧 也是玩不明白斗子哥的 这个技巧就是 你要把刚获得的一斗 加入你的牌楼 一斗 重击鬼王 亏欠阵容 严重击鬼王 加春秋剑灵 加一斗 或者说没有吹吹完的话 宁光啊 诺尔也可以 反正是高瓶挂 什么东西 水啊 冰的东西 然后打个双眼 开一句春水 呱唧一片 给大家吃啊 以及高瓶的挂 这时候的话 自信就可以吃一斗了 其实这的话 就是用一斗的E 打一下 挂结性 然后给自己增加 怪力乱性状态 全整个一斗 找木齐 然后三个满了 直接开打 就是机甲形态 跟大世界的一斗一样 推荐重击 就是双数投资的时候 普通攻击 连招是嘎嘎猛 连招也是十分的丝滑 前谁扬起来 后期能靠能打 多动怒气 合适的 保证一斗能够站着 春水精灵和秋剑王 实在不行 但是能买就卖嘛 真的 都学一学吧 来跟我来个人 黑我玩吧 我打了两天 疲惫两天 没遇到对面一个一斗 我真的不是他不强 我兄弟们来吧 所以后期视频 你记得一斗的技巧了吗